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马秀秀 2020年对海外侨胞而言是不同寻常的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多重因素叠加是海外侨胞的生存发展环境 趋于复杂 此种背景下 如何看待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社侨表述 和习近平总书记十月汕头考察讲话 释放的信号与意义 十四五时期海外侨胞如何更好参与到 中国建设发展中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华侨华人研究和侨物理论研究专家张春旺 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进行权威解读 张所长您好 你好 想必您已经关注到了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的社侨表述 和习近平总书记上个月 在汕头考察时的讲话 那么您如何看待相关表述 所释放的信号呢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离不开华侨华人的广泛参与和热情支持 据统计 华侨华人投资的总额占外商投资总额的60% 实践证明 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 贡献者 也是受益者 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 实现这个宏伟蓝图 同样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奋斗 同样需要海外侨胞 海外华侨华人的参与和支持 当然 这个参与和支持 是不是单向的 而是多维的 是在经济全球化 中国与世界各国共赢发展的 这个背景下的参与和支持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理念没有变 中国的侨务政策 原则也没有变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和十四五规划 涉侨的有关论述 清楚地表明 中国的侨务政策是一贯的 明确的 坚定的 海外侨胞是发展阻击国和住在国关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他们虽然身在海外 但新系家乡故土 那么在您看来 海外侨胞应该如何处理好与阻击国 住在国的关系 如何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呢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和政府始终非常重视海外华侨的生存和发展 那么在万龙会议前后 中国就陆续地以有关国家展开谈判 着重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倡导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 成为当地的公民 效忠住在国 那么华侨他们如果选择中国国籍 那么就必须遵守住在国的法律 按照不能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同志多次重申这一侨务政策没有变 当然改革开放后 陆续又有很多人选择出国 选择加入当地国籍 那么就成为外籍华人 那么外籍华人呢 首先他是必须要效忠住在国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出于这个炼祖念香的这种情节 出于传承中华文化 出于自身事业发展等等 保持与中国的联系 这个我们应该是赞赏的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移民的通用的这种规则 现在世界上大概有70多个国家都设有侨务工作机构 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加强本国与他们海外移民的这种联系 华人作为中国的亲戚 他们在这个有利于住在国 有利于自身事业发展 有利于中国的这种前提下 这个在搭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桥梁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的这种经贸往来 参与这个国内的经济建设等等 这个我们都是欢迎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通的 世界好 中国才会好 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才会好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共同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为实现十四五规划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贡献 我们知道新冠肺炎疫情下 海外侨胞承受着很多压力 当国内疫情爆发之时 他们中不少人四处奔走 捐款捐物 如今海外多国又面临新一波疫情 海外侨胞除了面临生活难题和事业发展困境 还会遇到诸如种族歧视等问题 生存发展环境区域复杂 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疫情爆发初期 国内的疫情防控的物资应该说非常的短缺 海外的华侨华人采购了大量的抗疫物资 积极地运回国内 这其中他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也发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应该说对国内的疫情防控工作 起到了雪中送炭的这种作用 实际上我们这些华侨华人身处海外 他需要得到双重的认同 那么一个是需要得到国内民众的认同 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 住在国民众的这种认同 那么这个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 使海外侨胞的生存发展经营等等 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特别是我们有很多的侨胞 他们从事的是餐饮业 零售业和旅游业等等 那么受到的冲击就更大 把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称作中国病毒 使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众 对我们的华侨华人产生了误解 产生了一些歧视和偏见 甚至发生了一些人身攻击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说我们的华侨华人的表现 是令人钦佩的 他们像支援国内抗疫工作一样 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也是大量的捐款捐物 同时他们严格遵守当地的疫情防控的规定 应该说他们的感染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同时他们面对这些偏见 歧视行为 应该说表现了极大的理智和克制 那么我想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逐步好转 那么我相信海外侨胞在疫情防控当中 也一定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要抱团区加强相互帮助 我们的侨团之间 侨胞之间要多加强信息沟通 相互之间对对方的困难给予帮助 这也是我们华侨华人的一个传统 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生产经营的恢复和当地的经济恢复计划融合在一起 渡过难关 要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发展的这种变化 寻找新的商机实现转型发展 坚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面对这些歧视的行为攻击的行为 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 我们的侨胞应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坚持平和的心态 积极主动地继续参与当地 支持当地防疫工作 增加与其他族裔之间的这种交流 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 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我们以上谈到了华侨华人 在疫情下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思考 那么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回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的 社侨表述的内容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 重申侨务政策的意义 我刚才讲了 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 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施 对于增强华侨华人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同时也为华侨华人处在国 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我认为华侨华人不仅是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 同时也是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国际中 我们相信华侨华人一定能够发挥 融通中外连接中西的这种优势 在促进中国与驻在国共赢发展的过程中 展现更多更大的作为 在您看来中国在十四五时期 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着手努力 以更好凝聚乔进乔立呢 我想社侨部门在这方面应该加强调研 充分了解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来华创业的需求 优化国内的营商环境 为他们回国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 要加强涉侨立法工作 推进现有涉侨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在全社会营造知侨 爱侨 护侨的氛围 更好地凝聚这个侨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加强桥乡文化的建设和保护 那么这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的讲话 不仅对海外侨胞 对国家建设的贡献 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也对保护建设侨乡文化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侨乡是海外侨胞 维系与祖籍国关系的情感纽带 是他们根和魂的所在 加强侨乡文化的建设和保护 更有利于增进华侨华人与家乡的这种感情 规划建议全文还指出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其中指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等 您如何看待目前海外侨胞 对中国开放发展的参与度 其中在哪些方面尚存在改善的空间呢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 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 达到了30% 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中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其中海外华侨华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互利共赢发展的新局面 同样离不开华侨华人的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华侨华人众多 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机构 开展海外的投资援助的项目 应该说考虑华侨华人熟悉当地的优势不够 他们投资的这些项目和援助的项目 没有考虑与当地华侨华人的投资相衔接 这个今后应该加强统筹 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政策沟通 贸易畅通 设施联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同中的这种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 为更好实现参与中国十四五时期建设发展 您认为海外侨胞自身需做出哪些努力 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十四五规划是我们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第一步 实现十四五规划需要海外华侨华人的参与 也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我们特别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严格遵守住在国法律和国际 国内的发展需要实现供应发展 好的 非常感谢张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